两个人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将重启连结两国的道路桥梁计划 加速建立泰马边境的特别经济区 在泰马边境打造繁荣且和平的黄金土地 双方也同意加强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 目标是在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